大家好我是四搜 今天我们再来探一个不太好找的店 在昆泰大厦的鞋对角 能看到有一个咖啡的麻袋当窗帘的地方 这就是小麦布手冲 看这豆丹 跟你平时建造的应该不一样 重点是下边还有一炸姜面 这经典的重点 这就是小麦布咖啡 主要是做手冲 还有看完块炉子了 这还有铁壶煮咖啡 你还可以买到炭火烤棉花糖什么的 还是相当不错的 环境就是这么一个小屋 但是东西确实着实不少 在这甚至你还能喝到金汤粒和威士忌 不一样的地儿 装饰和物质也比较有个性和随意 今儿我先来这个豆汁冰滴 冰滴咖啡您各位都喝过 但是配上这个最出名的饮三豆汁 然后一摇 做出来的就是一个特别柔滑 然后带有豆汁的 它独特的发酵风味的一个冰滴了 大家都平时喝这个特殊处理法的豆子都挺多的 我估计来点豆汁也算是算不算绿豆特殊处理法 这杯就是带有泡沫 算不算creme吗 应该没啥问题 然后你看这个 这就是致命组合 致命组合说的是老板跟老板娘 然后有的时候签叫不搭后叫 确实第一口酸 这还有风味的讲解 你来以后绝对可以喝明白 今天的正好是小麦布首冲的这两周年的生日 干嘛呀 这蓝瓶子和这个折纸杯就直接就当花盆了 所以就有这个生日特供的炸酱面 小麦布首冲里东西还挺多的 你看有冰滴 有艾乐鸭 然后连这种陶制的V60 还有这种EG1的墨 然后基本上什么都能看见 就是没有意识 这Fellow的糊 最新的这种的 没有孔的这种 直接也不需要绿纸的这个手冲的杯子 这边这个架子呢 说是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 真的是那会还卖货的时候 小麦布的架子 老板特别逗啊 还给了我一点花生米 然后配这个咖啡 这正好是小麦布生日嘛 还蹭着点蛋糕吃一吃 之后呢 我还点了一个牢骚的这个咖啡 相当的不错 里边酸甜的 然后有发酵的这种米 顶上的这个冰滴咖啡呢 口感非常的柔滑 我觉得还是相当适合夏天的一杯 老板又拿着这MRM的豆子 说是现在云淡这个豆也挺贵的 这是店长毛毛 我们回头再见 拜拜